因為全球的商品的投資的波動率 都非常非常的低 我們看一下包括標普500的波動率 跟全球債電波動率都非常的低 一個6% 一個4% 可是你看一下比特幣 以30天奇的波動率來看 天啊 到100% 所以像去投資比特幣的人 他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反正他只要有波動 我就可以賺錢 所以先來請教一下坦克 你覺得比特幣這一波的走勢 會不會有點太誇張 你的觀察 對 我們看到比特幣這一波 其實這個重點是在於說 短期因為整個全球資金 要找一個避風港的因素 因為像大陸的話 就是資金被內部在調控的關係 所以錢往這邊做移動 日本的話也是跟大概剛剛說的一樣 當全球波動性減少之後 哪裡動得最多 哪裡動得最快 你常常聽到什麼又創新高 其實就比特幣 新聞打開 比特幣又創新高了 1萬7 1萬8這樣子的數字 所以比特幣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裡的話 我們要觀察一件事情 比特幣的話其實先前我想 大概在世關的節目上有講過 就是比特幣其實到底被定義成什麼 其實是一種資產 因為我們來看 在這裡 因為比特幣的話 在這個比較圖裡面 這是國外媒體的比較圖 它是拿來跟這個相關的 不管是比爾蓋茲的資產 或者是像黃金等等 來做比較 那這裡其實這個比較的過程中 其實已經有一個問題出現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這個觀察比特幣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比特幣的最初是什麼 最初是創辦的人 他希望能夠去中心化 能夠不要跟金融機構打交道 無政府的一個發展 對 自由交易 可是你看最近 比特幣開始 這個越來越規律化 甚至剛剛大K 連這個Bloomber的土都拿出來 就表示他連資訊報價軟體 都把比特幣拿進來 所以其實這個開始有一點導致 造成它的這個中心思想被扭轉 特別是前一陣子在這個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芝加哥交易所裡面 開始推出這個期貨商品 就是把比特幣納進去 所以這其實變成說 比特幣已經跟它的中心思想 去中心化 去金融機構化 有一點扭轉 那這裡我要先提醒大家 比特幣到底要怎麼看 其實接下來重點是這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 今年的話 比特幣不是成立一個 這個商品交易所 期貨的部分 這禮拜一 對 這禮拜一開始交易 但是我們要看 剛剛大概提到的 玉金箱泡沫 其實我們往下看 在1636年的時候 其實也曾經出現過 這個玉金箱的交易所 這很神奇 就是這裡是1636 崩盤是什麼 1637 在1636年 交易所成立的隔年 隔年就崩盤 交易所成立的當年是噴出 在這邊 快速噴出 因為現在大家買不到比特幣 很難買 可是現在有期貨之後 有期貨就是市場都不落 難跳都跳進去 當年也是1636年的時候 比特幣交易所 玉金箱交易所成立 然後這裡就噴出 但是隔年之後就崩盤 所以我們現在觀察的 不是今年 今年已經快要過完了 12月了 現在觀察的是 現在到明年 比特幣藉由金融市場的 這個助威噴出之後 會不會整個這個 出現一個比較危險的情況 是 這個比特幣 其實對我來講 我也研究滿久 我覺得比特幣 現在為什麼會這麼飆 我查一下 現在全球40%的比特幣 只掌握在一千人的手裡 代表這個比特幣是限量發行 但是只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甚至像大家講這個中本聰 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 但他手上至少有將近這個 百分之二十的比特幣 在他手裡面 所以我在想這跟臺北 臺灣之前推出的房價的 實價登陸是不是很像 如果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房子的投資客 我手上有很多房子 在同一棟大樓裡面 那很簡單 我要把這種大樓的價格撐高 我就左手換右手 自己賣給自己就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容易炒作的 一個資產 再請教一下坦克 剛剛其實比特幣的亂象 剛剛其實除了這個比特幣之外 其實還有像其他的以太幣 以太坊 你幫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對 其實這裡除了這個比特幣 造成相關的熱潮之外 因為這一波在大漲的過程裡面 比特幣其實因為漲太多了 成為各國央行跟監理機構的 出手管理的對象 所以你看其實在整個交易所裡面的 排行榜 除了第一名的這個比特幣之外 第二個還有像是在以太幣 或是像這個萊特幣 那我們來看以太幣 以太幣其實在這個 黃色這一條是比特幣 在比特幣拉回的過程之中 你會發現以太幣 以太幣還是漲起來的 為什麼 這有點資金輪動的味道 對 同一個族群 然後資金輪動 對 我們實際跟玩家講過 玩家說他那個時候 就把比特幣趕快賣掉 然後跑去買以太幣跟萊特幣 所以這裡你會發現萊特幣今年的話 從今年年初7塊多美金 漲到現在多少 620幾塊美金 也是漲了70幾倍 萊特幣同樣的邏輯 從這個也是4塊3美金左右 漲到310多塊 也是70幾倍 其中有趣的是在這裡 像這個以太幣 我們回來看 以太幣的過程裡面 像他就推出一個遊戲 以太坊推出一個遊戲 他是用以太幣來做交易的 就是說這個貓咪很可愛對不對 電子貓 然後你說你買兩隻之後 他會生下一個新的貓咪 什麼樣子你不知道 這排列組合起來 上億種的方式可以做選舉 這隻貓你覺得沒什麼對不對 一隻貓要 好複雜 平均 平均一隻貓要50的以太幣 50以太幣是什麼概念 50以太幣 一個以太幣600多塊 乘起來一隻貓90萬台幣附近 所以一來一回的過程 這是電子貓 因為有錢其實交易就是 價格是我們兩個認定的 假如說這隻貓 我們兩個說這是1000萬 這就是1000萬 因為我跟大K要做交易 所以這個價格其實在虛擬貨幣 有這樣的現象 最後要觀察的是什麼 除了比特幣之外 比特幣開始分差 就是說比特幣原本是一條線過來 現在開始出現了比特幣黃金 比特幣的鑽石等等 就是說原本是一條線過來的 現在開始分散出去 我們不精確的講 原本是100個人在做比特幣 但現在可能50個人做比特幣A 50個人做比特幣B 所以這樣的邏輯底下 其實開始分岔出 現在溫州炒房 等於要來炒其中一個 比特幣的分岔項目 所以這也會不會因為太多人分岔之後 火力被分散也要觀察 火力被分散 我以為它會受到 火力被分散 不會太多人分岔